Hello 各位早晨 現在是2019年1月12日晚上10點06分 歡迎各位收聽今晚的節目 如果有聽我講戲的頻道的話 你會留意到最近兩條影片的聲音有點怪 我的新麥克風也不是很新 但我家中最新的麥克風就是 Audio Technica的麥克風 我不知為何 總之它就彎了 錄出來的聲音是有問題 聽不清楚 我已經試過不是那條USB線的問題 因為我用同一條麥克風 現在我用這個麥克風是用我以前的舊麥克風 即是我現在在用Snowball 即是一個chip blue的麥克風 即不是貴的那種 因為我之前是用Snowball的 但後來Snowball就壞了 我錄下的時候它就斷了線 沒聲音等等 所以我才買新麥克風 現在新麥克風又壞了 所以我把舊麥克風找出來 它又好像還可以 即是現在我正在用舊麥克風 即是那個聲音有些問題 例如那個大小的聲音不對 因為我試了很久 大小的聲音不對 我用開設定就用那個設定 現在換了麥克風可能會有少少不同 還有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可以猜到我的麥克風是什麽問題 它又不是完全收不到 即是它收到 但聲音突然變得很小聲 我也不知道 但那些軟件不是真的軟件 總之是Windows 它有個位置可以調校關於麥克風的設定 我真的已經按勻了 我覺得應該不是軟件的問題 尤其是我用現在的麥克風也沒有問題 但一轉那隻就不行了 所以就問水了 但如果有問題就告訴我 又或者有些人 可能猜到麥克風究竟有什麽問題 就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看了很久 其實我連怎樣拆開它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不是很清楚 我又不是很覺得它有什麽螺絲位 即是它有 但是它那個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懂怎樣拆開它 它好像包得很陰 我真的不懂拆開它 不過最好就可以弄回它 不用浪費它 尤其是現在我用這個 我之前不用它 就是因為它壞壞地 現在用回頭 我真的不知道 那麥克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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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麥克風的銅線開始想斷 接觸不良 我也不知道 它的問題是 我用一下 突然發現它變成小聲 而且聲音變得很萌 好像有些東西隔著 那麥克風的 當你去修理一個電子物品 你不懂怎樣處理的時候 你通常是暴力對待 那麥克風幾下之後 昨天有些成果 它的聲音變清了 但是也是小聲 所以不知道 有些人聽到它變低音了 但是我覺得它不是低音了 而是它不清 好像有些東西隔了 我不知道它會變得很麻煩 不過Anyway Kermit在不斷在講 很低B的說話 哈哈哈哈 主要是它建議 例如有沒有接觸電鍵 有沒有接觸電鍵 即是接觸電鍵 有個叫做 P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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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Pose的麥克風來看 那你自己上網找吧 Audio-Technica ATR2500 USB版本 你自己找吧 我上來也沒意思的 因為我又拆不開 你說不是看裡面 外面有支支麥克風 看上去一樣 我老婆笑 我用暴力 歡迎各位收聽今晚的節目 今晚第一位進來Check Room的聽眾 我只留意到第一位 第二位 我也不知道是誰 第一位就是豬豬肥比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剛才魔鬼寄了一個CAP圖給我 就是豬豬肥比自己CAP自己圖 No.1 但是他就說豬豬肥比害羞 不敢傳給我 所以就傳給魔鬼 Forward給我 即是等於傳給我 有什麼分別 他自己CAP自己圖 確實是第一位 他就是6點過幾分鐘 已經是第一位留言了 但是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見不到第2、3、4位 所以今晚的No.1就是豬豬肥比 我們就是恭喜他 我們祝賀他 好 恭喜零樂的掌聲 在Check Room 我看到有些朋友已經在這裡 我看到有CY曾 還有XDelta Candy Ian Rocky 還有Ohana 她說 早半個小時進來 Rocky 她說 建議加多一個烤天祈禱會室 什麼意思呢? 你當個Check Room是祈禱室也可以 那你就在Check Room留下你的討文 例如 像崇拜開始前有個祈禱會 你可以在節目開始前半個小時 要9點半鐘進來 然後留下你的討文 互相祝賀也可以 另外還有Kermit Jason Daisy 露露家 C Chunk 問我什麼時候再玩Bloodborne 其實我差不多每天都有玩Bloodborne 但自己玩就沒有直播而已 不過明天掛可能 其實我剛才有想過玩 因為剛才我打了一陣子 但我想在做節目之前不要太緊張 因為打Bloodborne就沒有辦法 一打我就精神緊張 玩得很崩緊 所以最後我也玩了Red Dead Redemption 1 明天掛可能 那我他件事情 明天吧 說明天吧 明天吧 Bedron boring Aster說 今晚會講些什麼 今晚是沒有回答題的 有人… 叫 seu什麼名的 讓我先開口名 Quer este 本來她就說 他又問我今晚會不會有Live Show 他打算Call-in,又問我怎樣用Skype 他很有誠意,說先寫好稿 就可以清楚清楚,但剛才我問他是不是Call-in的時候 他就說今晚不Call-in,真是離譜 今晚沒有題目,但如果各位想Call-in的話 當然也可以,Call-in的方法跟往常一樣 你可以在Skype找HoutinLive H-O-W-T-I-N-L-I-V-E 你便可以在留言上告訴我 你想Call-in,我稍後便會Call你進來 昆吞珊說找HoutinLive打Bloodborne給我們看 順便推廣一下HoutinStream 你去HoutinStream看就可以了 你必須在HoutinLive播放HoutinStream ERIC問除了Skype還要有甚麼方法 你也可以給我電話號碼 因為我Skype已經入片過港幣 所以我可以Call-in 但必須把你的電話號碼發給我 你可以在Facebook找我 找Houtin夫人發送給我 但你不要在 chat room 放下自己的電話 烤天夫人見證 烤天每天瘋狂地玩bloodborne 因為我升等級已經是超過界 現在我每個stats 分開有六個stat 每個stat都有一個Soft Cap 我全部都已經升到50 另外Arcane我升到99 我已經升到很高 我不是故意升 而是每天想玩少少 或者是我老婆看電視 因為我玩bloodborne 我到處跟人打架 我是不需要聽聲音的 所以我就在開電視打機 看其他東西 我每天都玩幾次 因為玩玩很自然就升到很高 level 因為早前我看到有個新聞 我覺得挺有趣 我本來打算錄短片 但是加了兩個星期我還沒錄 你個人懶惰 還有其他的左攔 例如bloodborne 所以可以直接說一下 不需要錄短片 這個可以當作短片 好 先開個畫面 大家一起看 這個 這個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和聖經有關 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有件事 所以對我來說 這件事不是新事 但我不是所有事情都知道 我幾乎是全能 幾乎 但未去到全資 所以這個世界上都有事情 其實我是不知道的 在前一段時間我錄過一段影片 說過有個博物館 他從一些不同的渠道 當然是買回來 在黑市的市場 買了一些聲稱是死開股卷的東西 早前他自己出錢 請專家去研究 他發現原來他買回來的東西是流的 所以當時有個新聞說 有些死開股卷發現是流的東西 然後很多人很震驚 其實是那間 Museum of the Bible 是那間特定的展覽館 博物館裡面的真床 有幾份東西 好像四份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假的東西 不是所有死開股卷都是假的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這間店 因為他很有錢 他還有其他珍藏 他早前 12月的時候 有很多新聞出來 說他展出了 一本 英文 Bible 但是這本是一本特別的 Bible 這本聖經是來自1807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總之是1800年差不多 就是很多年前 但是他珍貴或者特別的地方 就不是他那個年份 而是他這本是有名的 等一下 讓我回覆一下 他有名的 他的名字叫這個 Parts of the Holy Bible Selected for the use of the Negro slaves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a Islands 就是他這本 雖然是 Bible 但是不是一本完整的 Bible 這本聖經 是專門 給那些黑人 奴隸看的 哈哈哈哈 那些黑奴 他們要看聖經的話 他們的主人 都很nice 這是宗教自由的問題 都會給聖經他們看 但是這個是part of the Holy Bible 不是一本完整的聖經 這本聖經 為什麼是 脫頭脫計 不是一本完整的聖經 究竟裡面有什麼 沒有什麼 有些人去看看這本的內容 然後他發覺裡面 他有很多聖經的故事 都保存了 裡面有的東西 的確是聖經的東西 例如說約室 和埃及 他被他的學哥來埋他 把埃及賣在埃及那裡做奴隸 這些故事是有的 但有些故事是沒有的 什麼是沒有的 例如推出埃及記 例如 魔西 把那些以色列的奴隸 帶離開埃及 這些故事 就是 是沒有的 你知道嗎? 這些對比 如果你看看聖經裡面 是沒有了什麼內容 你就會發現很多內容沒有了 就是講 上帝如何把那些奴隸 liberate他們 幫他們重拾自由 那些故事是全部沒有了 但是裡面又保存很多的聖經、經文各方面 例如說那些奴隸 如何依靠神 以及要順復他們的在上掌權者 那些根本就是還有的 但是現在你就明白了 你看看這一本的東西 他的意思是說 我相信在1800年那段時期 是蠻流行的 因為他是印出來的 你看看這本的東西 他印出來的 他有一個板 有一個底 然後他印很多本出來 你不會刻意去做一個板出來 然後印幾本 所以這東西應該是相當流行的 但是現存我們找到 有這一本 這一類型的聖經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只有三本 但是以前應該是有多很多 就是專門給黑人奴隸看的 我覺得這東西是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覺得是 我可以繼續說 不需要看著這畫面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一些字眼 但是你去Google Museum of the Bible 然後Slave Bible 我想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新聞 那我這一個就是 這個是History Channel 但是我看到很多報紙都有報的 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可以去找一下這個聖經 那就是 小小的補充 就是我的新的聽眾 可能就不知道 但是其實這件事 就是那個教會 以及一些教會的領袖 在以前 就是美國那個社會裡面 就是很多人 就是很多基督徒 我講的 很多基督徒 很多教會領袖 是支持 黑奴這件事 就是他們 他們是認同奴隸這件事 而他這樣做 就是quote很多的 quote很多的聖經去支持這件事 但是這些內容 我之前 就是已經在我的Channel那裡 是講過很多 在自己的Channel有講過 在耶教二文錄有講過 所以我不重複 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我 將來再補充 或者什麼 在這個背景裡 現在有一本 原來真的有一本 聖經是專門給黑人奴隸看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新聞有趣的地方 就是引發一個有趣的問題 這一本的聖經 我們叫他 現在很多媒體各方面 叫他做Slave Bible 就是一本奴隸聖經 但是你想想 一本 這一本這樣的聖經 他有的內容 的確是聖經的內容 但是他裡面是沒有了很多的內容 所以這個是一段的聖經 而這個一段的聖經 是改變了聖經整體的訊息 就是當你將一個整體 你抽取了很多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是你會改變了他的面貌 那就是這一本 就是奴隸聖經 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那你想想 這本聖經 其實還算不算是一本聖經 是不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他裡面有的文字字眼 是聖經的文字字眼 就是你又不可以說他自己露作 但是他抽取了這麼多東西 很片面地抽取了很多東西出來之後 他這一本的奴隸聖經 還可不可以叫做聖經 是吧 就是我覺得起碼 在他的那個訊息 在他的那個精神上面 就是我覺得就 就是我覺得 就是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不可以叫他做一本聖經 是吧 我覺得甚至乎你可以說 這一本奴隸聖經 和聖經本身 就是差不多 就是背道而馳 就是我覺得 是吧 就是現在呢 剛才說的奴隸聖經 就是說的是真正的一本聖經 是吧 然後他裡面抽取了一些蝙蝠出來 他變成這樣 是吧 但是你想一下 雖然在香港 教會圈 又或者在中國裡面 說不定有這樣的聖經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 可能是沒有一本這樣的奴隸聖經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把這個擴闊一點 我們不只是在講聖經 我們在講一個聖經的訊息 這件事其實是嚴重的 因為 就是 在教會裡面 傳揚 聖經的訊息 其實從來都是片面的 從來都是片面的 是吧 因為我曾經聽過 有些朋友說 他回教會 其實他講聖經 就是他講崇拜的訊息 無論他講哪一段的聖經 無論講什麼章節 他來來去去的結論 就是叫人傳福音和回教會 其實就是兩樣東西 又或者是傳福音回教會和靈收 這些幾樣東西 知道嗎 但是 任何人都知道 那個聖經裡面的訊息 一定是豐富 一定是全面很多 對吧 但是他講來講去 始終是 聖經的一部分 章節 首先 講來講去 那些金句 有很多聖經的章節 其實根本是從來沒有講過 在某些教會裡面 這是章節的 選材 另外有信息的選材 聖經的信息這麼豐富 但是他講的可能是裡面 我又不會說他自己露作 自己弄了一個聖經出來 但是如果是說那個聖經 但是他講的很適合 他講的很適合 他講的裡面的10% 5% 講來講去就是那幾個 講來講去就是那幾個 從來不講其他的 所以 所以 我又不會說 我不會說 他自己弄了 好像那個奴隸聖經 那樣 自己弄了一個聖經出來 和那個聖經是背道而至 但是如果是說那個 聖經的信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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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講一個很片面的信息 很片面的聖經信息 那還可不可以叫他做一個聖經的信息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例如有些教會 他只是說 信服在上掌權者 他只說這件事 我又不可以說他弄了 信服在上掌權者 這幾個字 是來自聖經本身的 但是當你說到這麼片面的時候 按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當那個信息 甚至乎是跟那個聖經 那個整體 想傳達 那個信息 是背道而至的時候 那個片面的信息 其實我覺得甚至乎 不可以稱之為聖經的信息 對不對? 雖然不會有一本中文的奴隸聖經 但是我覺得這些類近的事情 其實根本就是不斷在發生 對嗎? 因為對很多信徒來說 他根本就是不看聖經 你明白嗎? 他對於聖經的了解 就是他用耳朵回教會 聽回來的 對嗎? 他聽回來的東西 如果是很片面的時候 那跟他只不過是看過一本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雖然都是他壞 他懶 對吧? 但是實際造成的後果就是 很多人 其實根本上只不過是看一本 好像奴隸聖經那些 那些閹割版聖經 這個就是現實 對吧? 真的是這樣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聞 我一看 我就覺得是 有些感觸 還有我覺得是有借鏡 雖然你說1800年 距離現在 差200多年 已經是不同世代 對吧? 還有這個奴隸聖經 你也看到 是沒有歷史價值的聖經 對吧? 現在看回來就覺得有趣 但是他沒有歷史價值 就算有 還是批判以前的教會 就是這樣的歷史價值 但是這本的文章 它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根本上就是 什麼時代都把它淘汰 對吧? 他以前當然有很多本 這麼多黑奴 難道這麼大的工程 做這麼多功夫 剪了這麼多的東西 選來選去 選了這麼多經文 然後印三本嗎? 不可能的 只不過是這本文章 沒有存在的價值 自然就被淘汰了 現在就剩下三本了 現在就剩下三本了 所以 這個雖然是 一件以前的事 好像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故事 但是其實 從來還是這樣發生 只不過是沒有print 印一本 就是一件 閹割了的聖經出來 就是這麼明目張膽 但是閹割了的聖經訊息 根本上就是四處都是 對吧? 對吧? 這個新聞我想說很久了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對吧? 現在我們先休息一會 如果有什麼聽眾想召開的話 可以在現在這個時間召開我們 又或者稍後回來 我看看有什麼話題可以說 Hello 各位早晨 歡迎各位繼續收聽今晚的節目 William說沒有喵麥 從來沒有喵麥 好 看看 很多人有很多留言 所以看看 Eric 他就說 有一個聖經的東西想問 然後他沒有打出來 又或者他打了很久 所以我要追蹤才知道 他說有東西想問 然後事實上沒有問題 看看 Jane 他就問會不會是咪 即是那個USB電源不穩定 我覺得這個是有可能 因為那支 我的新咪 有時候他都會 錄錄一下他都會斷 我一直都懷疑 那個USB是有少少問題 因為他可能插得不太緊 可能 但是 我不知道 但是他電源不是有或者沒有嗎 因為他是 首先他錄到的 應該是有電 但是他不是斷 而是小聲 我不知道 還有是蒙 但是我可以檢查一下 例如換下另一條線 但現在我正在用同一條USB線 舊咪就行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見過一個 有個阿Kimi 他在那個chatroom那裡留言 他說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好像說 他的教會 他說他抑鬱是因為有邪靈 好像是 另外一位聽眾 叫Ohana 他說 情緒病等於魔鬼撒旦控制 不知道是不是這兩位聽眾 他們都是在教會的時候 曾經 遇上過這樣的事情 Ohana 他補充 他說 有一些教友 他可能見過 頂到頭暈感冒 都說邪靈攻擊 他們是奉主名趕走那些發燒的嶺 這件事我自己也有聽過 是嗎 Erik 減肥也試過 什麼減肥 有人說 求神 像那個會肥的 我不記得 那裡怎麼說 但他們是為求神 說什麼 令他不要肥 是嗎 那時候有個聽眾說 你說得好像是 你說得好像是 除了聽眾說 非洲的教會 我也見過 神職晚會 即時現場 令到其中一個會眾的褲子 鬆了 是 是 有些 這樣 Kimi 補充 教會 說 她的負面思想言語 是魔鬼造成的 還有 Aster 她又說 她說 我是因為病 經常想上帝可以很殘酷 然後那些教友 就說她瘋了 那當然啦 當然啦 你在保守的教友面前 即是你說上帝可以很殘酷 即是 我覺得你這樣 你這樣的疑問 其實也是合理的 但是 你在教友面前說 她們當然會說鬼 對吧 她說 她嘗試過被人捉去趕鬼 倒了一包藥 就大聲咆哮 她裡面是邪靈 宣告不用用藥 不用用藥 黑暗勢力 要離開 即是 奧哈拿試過被人趕鬼 你有機會 你應該打上來 分享一下你的 你的 你的 你自己的 那些 建文 應該 好吧 那 這個 Sort Walker 他就 說 當年 他說 這個Wall Paper 好像當年扮 Missa Missa的 胡田惠里香 這個當然是像 因為這個 根本上就是扮 Missa Missa的 胡田惠里香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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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說什麼 Sort Walker 我的聽眾真是無厘 真的 這個根本就是他 你看看多漂亮 那個臉 肥肥的 哈哈哈 真是無厘 你真是 好 那 Ian 他說 想聽夫人解答 來信 但是我們沒有 沒有信 但我們可以回答信仰問題 那我們現在回答一下 好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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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看看 這裡有人問 Rock Bell 他是一個美國的牧師 他那天寫了一本書 說他不相信有地獄 那麼 你會怎樣形容地獄呢? 除了說地獄是和上帝永遠隔絕的情況之外 有一陣子我記得我寫過Paper 我不是寫過Paper 但是我看多少書是和地獄有關的 因為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寫的論文 我沒有寫完 但是理論上是和天堂有關的 所以有一陣子我看很多那些 第一手的資料是和天堂有關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提到有地獄 有關地獄 但是 說到底我 我研究的是天堂 不是地獄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太記得了 但是我記得有印象 其實地獄的概念是複雜的 它是有一個演變的 例如在《舊約聖經》裡面 提到一些 Mercule Valley 一些地方 它形容得是一個世界上的地方 例如跑馬地 是一個實在的地方 但是它有一個演變 去到比較後期的時候 就變成不像是一個實在的地方 所以它是有一個演變 而不是一個static 即是沒有變的一個圖片 但是它地獄很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天研究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叫Third Baruch 巴陸三書 例如在那篇文章裡面 還是四書 還是四書 我忘記了 好像是四書 我忘記了 但是它在那篇文章裡面 有一個狀況就是 有一條人 他有一些vision 他看到那個天堂 那個天堂分很多層 好像五層 我忘記了 其中有一層 是有些壞人 所以在那一本特定的書裡面 即是那一本猶太人的著作 是很早期的 即是差不多 新約聖經那段的時間 即是前後128年左右 但是你看到 在那一本猶太人的著述裡面 他那個狀況就不是說那些好人去了天堂 那些壞人去了地獄 在他的想像裡面 所有事情都在天堂那裡搞定 即是天堂有幾層 是被那些好人去的 其中有一層是有些壞人在那裡 在那裡受懲罰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 甚至乎是 那個地獄在天堂的位置 所以這些事情就很複雜 但是我那些研究 是跟那個 是一個歷史的考究 即是以前那些人是怎樣 幻想 怎樣想 那個地獄是怎樣 即是我可以 我可以解釋 或者我溫回那些notes 我可以跟你解釋 哪些人有哪些想像 但當然我不可以把那個 以前的人是怎樣想 就變成 我自己覺得 即是 那個地獄是怎樣 是兩回事 即是我盡力回答 就是這樣 就這麼多了 看看 這裡就說 我認識到有些什麼 牧師 可以以耶穌基督的名 去實行一些真實的神跡 什麼叫真實的神跡? 他這樣問 他沒有再重新? 當然是在留言 生命的改變算不算是Miracle? 所以其實這個Miracle的字很闊 所以他要自己多說一點 他是不是在說以水變酒才算是神跡? 長短腳那些 長短腳? 這樣就有 可能我都可以 其實我可以開個長短腳大會 你把人變成長短腳 可以的 所以我想是因為Miracle的字實在太廣泛 這個字 所以不知道你是廣義還是俠義這樣說 我相信其實不用牧師 信徒理究信心 其實在聖經上面也有說可以 其實很多人都說人生命的轉變本身是最大的神跡 所以其實要這位問問題的人問清楚些才可以答得到 當然也未必能夠答到 Erik Wong 他問 那一個365和366日是否跟希西家有關 因為他曾經聽過石安教會有解釋過 但是我不知道石安教會是怎樣解釋這件事 可能用一些聖經故事 在那裡短了一天或者長了一天 因為聖經故事有提到太陽有停過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無論是365日或者366日都是不對 因為他不是一個整數 即是一年的循環 而且如果你是說日曆的話 其實也是另一個聖經裡面 一個複雜的問題 因為你不可以假設 哪一班猶太人肯定是用日曆 因為很多人有可能是用月曆 因為你看那個死海股卷 他們是用日曆的 但是那個是他們一個獨特的地方 即是你看他們一些著作 在那個死海股卷裡面有分兩樣 有一些叫做Non-Sectarian Scrolls 有另外一些叫做Sectarian Scrolls Non-Sectarian Scrolls 在說什麼呢 就是例如聖經抄本 那些是一些外來的著作 但是他們就拿來抄 抄幾個copy出來 但是不是他們寫的 他們可能會認同裡面的訊息 所以他們才會保持 但是另外有一些叫做Sectarian Scrolls 即是那個類別的著作 就是他們自己寫出來的 在一些Sectarian Scrolls裡面 如果我沒有記錯 例如4QMMT 其中一個著作 為什麼叫做MMT 因為那份東西裡面有一個短句 就叫做Mixat Maase Hatora The Sum of the Works of the Law 我不知道中文如何翻譯 但是那個很出名 因為Mixat Maase Hatora 就是Sum of the Works of the Law 在寶羅的書信裡 都有說 就是關於律法的東西 很多時候你要了解 寶羅說關於律法的東西 你都看不明白 但是現在突然間 有一些以色列人 即是猶太人寫下的著作 他裡面有一些關於律法 那個的形容詞 和寶羅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那時候 就很震撼 很多學者 因為很多東西 你不能夠了解那個人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沒有其他可以參考的資料 因為你對於那段時期的了解實在太少 但是現在有另外一份東西 用的字眼是一模一樣 第一反應你會覺得 說不定這件事可以幫我們了解寶羅更多 所以這份東西很有名 不過Anyway 在這份東西裡面 這份東西是Sectarian Scroll 在裡面 他就有提到關於 不只是這件事 在很多其他死海孤卷裡面的著作都有 我們跟聖殿那些人 是不同的 我們是跟著日曆 即是他們的意思就是我們跟著日曆 我們跟著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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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不太 即是說其他人不是用日曆 所以你不能假設 不可以輕易假設 也有可能 但其實你是不清楚的 以前的人究竟是用日曆 還是月曆 其實他們在用的日曆是怎樣 都是複雜的 例如死海股卷 例如昆蘭的族群 例如Ascene 你知道他們是跟日曆 但日曆也有很多款 日曆的日曆有多少日曆呢 肯定不是一個科技的準確的日曆 可能是364日 365日或者366日 但肯定不是一個準確的日曆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曾經有其中一款的日曆是364日 我現在檢查一下 我現在檢查一下 等一下 364 我不記得了 它有一個日曆可以除暈 然後每一天 我現在計算都可以 我拿一個計算機出來 364日是否除7可以除暈 讓我現在按一下 等一下 計算機出來 364除7等於52 沒錯 它有一款的日曆是364日 即是距離真實的日曆是有一段距離 但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364日曆呢 就是因為它除7可以除暈 它方便的地方就是他們守的節期是很方便的 它每一年那個節期 在那個星期的那一天 例如星期三 它都在那一天 例如某一個節日是星期三發生 它就每一年都在星期三發生 即是有這個方便 但是它又有其他的日曆存在 它又不是所有都是跟364的 即是它又有它的問題 可能就是因為距離真實的日曆是差太遠 然後你又要補回一兩天 我真的不知道它怎麼補 但是我知道 這一個James Vanderkam 即是他有一本書 他寫了一本書出來 是專門講 死海股卷裡面的一些日曆 所以Eric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找那本書來看 那本書不是很厚的 但是這本書是最好的 我好像有檔案 好 先看看 看看這一個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看看那些check room 看看烤兄 可不可以說清楚日曆和月曆的分別 日曆就是跟太陽 月曆就是看那個陰曆 因為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是看死海股卷比較多 死海股卷是專門用的日曆 所以我了解那個日曆就比較多 如果我沒有搞錯 他連那個 算了 不要硬說 有他 有他 太陽力和月亮力 沒錯 太陽力和月亮力 沒錯 好 那就 這題就回答到差不多 回答到差不多 先看看這個 這個 找找第二題 loop去遠一點 這裏說 他說 不信的人會不會落地獄 這樣 這麼奇怪 這個問題 你會怎麼回答 如果有人這樣問你 為什麼你這樣問 我指定一下他的問題 通常他這樣問 這麼少 為什麼他這樣問 這麼有趣 通常信仰信商的問題 都是這樣 都是沒有頭沒有尾 但是還是要回答 那你回答 信商是你的 不信的人會不會落地獄 我怎麼知道 都是 很難肯定 其實 其實信了的人 是不是上天堂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原因 是因為都不知道那些人 你怎麼分辨到那個人 是不是真信 其實 是不是 多少人說自己是紀錄圖 都在作奸繁科 整個政府都是 是不是 很多其他 所以 其實 其實 什麼 所以其實 我回答你不到 是啊 不知道 但是其實這些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出於八卦 例如 不信的人會不會落地獄 會和不會 其實不是很影響他 其實這些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是不是 好 那麼就 刪除 OK 這裡就說 巴別塔在歷史上是否曾經存在 巴別塔是否 是否 有個無名小卓幫我回答 他說有可能 有可能他回答來做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聽起來很困難 以前有沒有這樣的技術 可以建立塔很高 怎麼建立塔很高 是不是 那 我就 我就 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 那個 Ron Wyatt 他說他找到巴別塔 的 或者找到巴別塔的遺跡 起碼 跟找到方舟有沒有關係 就是 他除了找到巴別塔 還找到方舟 他有找到方舟 他找到鎖多馬 鵝摩拉 又找到耶穌的滴血 又找到藥櫃 其實他找到很多東西 他是一個出名的 考古學家 梁煙成也有引用他 所以 我也給了一些參考資料 你去找一下 是不是 那這裡有位朋友 他就問 神的旨意是否存在 我見很多人用這個 例如 政改通過是神的旨意 會考零分是神的旨意等等 神的旨意是否存在 神的旨意是否存在 神的旨意 其實在聖經裡 已經彰顯了 我們要做些什麼 所以 他可不可以在個別的人身上 給一些特別的旨意 神有他的主權 不過 我普遍覺得 我覺得神普遍 其實 我們 這個重點是 我應該這樣說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 如果有些人 如果有些人 他很 我怎樣形容 其實有些人 其實他很喜歡 拿這個 用來做一個口頭禪 而是否神的旨意 所以 我個人 凡指 神的旨意 其實是 在聖經裡 譬如你要行公義 你要好憐憫 我們 要做地上的 炎世界的光 全部都不做 但是很多人 會刻意去追求一些 很獨特的旨意 在你身上 會覺得 只是你才會有的 我沒有辦法 說他不是 但是 我個人來說 是存疑的 其實是 這個 神的旨意 其實很多人 我覺得 很多人問 神的旨意 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令人的感覺 好像問這些問題的人 好像很熟靈 那樣 他是很尊重神的旨意 他想行在神的旨意當中 又或者 神想我這樣做 我做了出來 他就很開心 是一個 取悅上帝的方式 出於愛神的心 但是 其實 更加多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 其實問這些問題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是出於自私 他不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些 就是他想取悅神 又是想令神開心 那些 那些 其實他更加 就是 他覺得 神的旨意 就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例如 找老公 問一個神的旨意 就是神 在他心目中 神的旨意 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最好的答案 如果他找到神的旨意 是嫁誰的老公 他就會嫁到一個最好的老公 只是拿來做一個例子 所以對於某些人來說 在問神的旨意 想怎樣 其實他最重要的是 他不想行叉答錯 他不想在一些重要的事上 作出一些錯誤的決定 就是他差不多是 好像 就是 差不多是問王大仙 應該是抽籤 應該 就是 走哪條路 就是那些 就是這樣的手法 就是接近那些 我是覺得 但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那些人這樣想很有問題 就是除了他很自私 就是想 或者是他很懶 他真的 但是我覺得 真的這樣 好像剛才敲天你這樣說 我都覺得叫做靜奴 就是不想行一個錯誤的答案 但普遍是去看貼自己 想做一些事情 去找一些支持的人 是多一些 我覺得 還有 其實神的旨意很容易 真心 神已經將他的東西 彰顯了在聖經裡面 其實 他不會告訴你 他給了自由意志我們 他不會告訴你 其實我是讓你嫁誰的老公 做哪一份工作 他是告訴你 按我這個方法 去尋求你的配偶 按我這個方法 聖經裡面教導的方法 去相處 去相愛 按我教你的方法 去做一個市民 其實呢 就能夠把天國帶來人間 其實這個 那個價值觀是這樣 你不用這種方法 去相處的時候 其實是 這是神頂我們的方法 不是他幫我們選哪一個 如果那些人 要這樣尋求神的旨意 為什麼他去餐廳 吃茶餐的時候 有ABCD 他不問神的旨意 他應該吃什麼餐呢 那為什麼有一些 他會這樣選 有一些他不是呢 因為根本我個人覺得 聖經裡面那個方法 不是叫我們去尋求 那個Exactly的答案 是尋求那個方法 他要怎樣去 B營一個基督徒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很奇怪 我覺得這裏 Darce 她說得對 她說 神的旨意 不會幫你找老公老婆 神don't care 我覺得 這個是有可能 因為很多人 就是那些人 問神的旨意的時候 他問那件事 不是在問一些神care的事情 是在問一些他自己care的事情 例如找老公 例如找公 來來去去那幾樣東西 因為那些信徒關心 來來去去就是那幾樣東西 是吧 但是他就說到 那些東西 神很care 很重要的 神對這些東西 是有個preference 是你應該選擇那樣 那樣 但是他 但是他就說到那些很緊要的 但是其實很有可能 神是覺得 沒有什麼preference 不可以沒有preference 他不是的 他真的要有個preference 是那個 或者不是那個 他真的要 斷落那樣東西 他不可以接受 在這件事上沒有preference 但是你也知道 那些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說 神是全知全能 在他眼中的東西 看出來 他知道所有東西的後果 就是所有東西的end game 就是像Marvel那些戲 他知道end game是怎樣 他就會有個preference 在神學上 那樣 他就說到所有東西 會有個preference 例如找老公、找工 因為他知道結局是怎樣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但是那些人 他只會問 找老公、找工 他不問其他事情 例如 例如 如果你說 上帝全知 他對所有東西 都會有個preference 那其實 理論上 他連你早上 應該吃過什麼早餐 當然會有個preference 如果他對所有東西 都有個preference 但是沒有人會問這些 但是沒有人問這些 只是問那些 就因為你只關心那些 你不關心其他事情 說到尾是你自己的preference 不是上帝的preference 不是上帝的preference 只是你自己關心 你自己很欲謹 你不可以逼其他人 逼上帝也關心 很緊張 事實上 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沒有preference 其實是 是吧 是吧 但是很多人是怕 走錯路 各方面 那些 但是沒有辦法 做人就是會走錯路 是吧 是吧 你可以說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受下苦 是吧 就是要你學下承擔 一個走錯路的責任 這個可以是上帝的preference 是吧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人 要經歷這些事情 這個 基本上就是上帝的旨意 是吧 你不可以隔硬來的 真的有很多事情 是吧 他到求問不了 他當然是求問不了 是吧 然後 就 又說 開始看到印證 最後就引證了 他自己喜歡的preference 就是 哈哈哈 搞這麼多事情 是吧 所以呢 就是 有很多時候 不是壞事來的 就是你想知道神的旨意 是吧 但是就 不要 就是用他來 變成一個 的 借口 就是你要明白自己 當你去尋求神的旨意的時候 就是那個動機 就是了解清楚自己的動機 是吧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動機是什麼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是吧 就是一個 反省反思的機會 是吧 那如果你動機正常的 那為什麼 當然是可以 是吧 我不是說 尋求神的旨意就是 逃避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的意思只不過是說 有些人 是會這樣 是吧 就是當你去 咪下這件事 的時候 是吧 就是一個反省的時機 那你如果覺得自己 動機正常的 是吧 就是自己反省過 是沒有問題的 我這樣問 好 是吧 那你就一往直前去問 那這些事情 就隨你 好 那就 先 先 答多一題 答多一題 說這個是神的旨意 我們只能夠回顧過去 說原來這個是 上帝的旨意 其實都不行的 是吧 都難的 你都很難說 就是看回顧過去 說這個是神的旨意 我明白他的意思 例如他說 走錯路 就是神的旨意 原來是 另外那一條 未必 其實都 可能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 仆街 是吧 為什麼不 你想想 這個世界沒有人 是一個完全的人 你肯做過這些仆街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 上帝透過這件事 來懲罰你呢 是不是 都可以的 還有你想想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你很自私 你只是考慮自己 你就會覺得 那件事是仆街 就是仆街 我仆街了 在那件事裡面 但是也有可能 你的仆街 是造成其他人的祝福 其實是 你想想 例如你做錯的事情 被人解僱了 沒有了份工 那就是代表有另一個人 有一份工 你自己的仆街 是可以成為其他人的祝福 那可能是上帝 想祝福另一個人 所以要你壞 那他會覺得 你OK的 你這麼愛神 扶一下OK的 不會信心崩潰的 硬吃 這樣也有可能 你又說要尋求神的旨意 如果神的旨意 是這樣的 你可不可以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了 是吧 沒有什麼好遠的 通常他們懂得 趕走的時候 他們說神的旨意 要他走 幫他關了一線門 他知道他有什麼 開槍 那些 這些事情 神的旨意 不旨意 只是從自己 一個人的角度 去出發 是 很多人的 例如我剛才舉例的 穩攻的問題就是 你壞了 就有另一個人好了 就像踢球 比賽 你輸了 就有另一個人贏 你贏其他人就糟糕了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那怎麼可以每個人都贏 沒有這樣的事 上帝的只要每個人都贏 都不行 這個差不多是 上帝可不可以做一塊 他自己舉不起的石頭 差不多是去到這樣的層次 如果你有這樣的要求 對不對 那這裡阿達斯 他就問 這些是不是叫做 奧蜜 什麼 打錯字 奧秘 打錯字 我以為是一些很深的學術 的特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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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孝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學 希臘文和希伯萊文的經歷 分享什麼 上學而已 其實人人都有學 第二種語言的經歷 人人都懂英文 其實我學希伯萊文和希伯萊文沒有什麼 我肯定 所有聽眾的英文 比我的希伯萊文和希伯萊文好 肯定是 那你學希伯萊文和希伯萊文 我算學得多了 我讀五、六年 因為通常人只讀神學 做牧師 你如果讀到兩年原文 他算是很集中地讀 他算是讀很多 因為通常你讀MASTER 你兩年畢業 你讀兩年畢業 那你有兩年去讀原文 其實你整個program 你都保持有讀 五、六年 但是可以去哪 五、六年 還有很多東西 其他人還要讀 要讀法文 要讀特文 你可以讀得多好 但是 比起一般人 英文的水準 都是差很遠 所以 讀語言 你是不斷重複 身邊的氣氛 很影響你能否保持到語言 因為你是很容易讀 然後忘記了 所以理論上語言 可以自己學 理論上 你自己一個人 有些人會嘗試這樣 自己學法文 理論上是 但是 因為你身邊的學習環境 是很影響 無論你個人的意志是多堅定 所以 有些事情 例如 語言 我覺得都是要上課 才可以 才有效 是 看看 刷 刷 我發現你選擇 都是選短的問題 是嗎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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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估計耶穌出生的時間是在早上 而事實上在百里行的12月份 根本是不適合晚間牧羊 敲天認為合理媽媽 他是不是說很多話 聖誕應該不是12月 其實也不是很多人堅持耶穌是真的12月出生的 其實連教會也不堅持 他只是一個日子 他堅持的如同女生子 那些他就會堅持 或是耶穌是神的兒子 那些就會堅持 但是他事實上在哪一天出生 其實他不是很堅持的 那你覺得不是12月 你全年每個月去慶祝耶穌出生 都可以的 每個月慶祝一次 為什麼不? 所以其實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寫的東西都怪怪的 因為他說耶穌三博士是晚上來到 東方三博士 來到百里行見耶穌 因為是接受百里行之星的引領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覺得這個故事是怎樣 因為我幻想不到 因為我不是一個觀星的人 你可以看著一顆星去到某一個位置嗎? 可以的嗎? 我覺得不行 我自己覺得不行 你幻想一下 我是問這個問題 我又不見有人這樣問 但是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是東方三博士 你可不可以跟著一顆星 例如去到尖沙咀 你不要說去到某一間屋 去到某個地區也很困難 你怎麼可以看著一顆星去到某個位置 實際上是怎樣運作的 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但他也要跟著 你怎麼可以跟著一顆星去到某一個位置 我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這樣 是吧 這個順便說 不關他事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跟著一顆星去到某個位置 所以他們去到耶穌那裡就是晚上 然後他這句就有問題了 不過耶穌出生的日子 並不等同東方三博士來到的日子 我們估計 耶穌出生的時間 是在早上 他憑什麼估計呢 又沒有說 是的 我覺得他可以說 耶穌出生的日子 不等同東方三博士來到的日子 所以其實我們是不知道 耶穌究竟是早上還是晚上出生 那我就覺得合理 他不知道 現在他說不是 他是在說 因為東方三博士是晚上來到 所以耶穌應該是早上出生 這樣就合理 所以其實他問問題都問錯了 是吧 回頭 問我了 是嗎 你說答一條你答了兩條 是嗎 好啊 這樣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 我這樣就害到大家沒得聽 不是啊 OK啊 都差不多了 十一點半了 明天早上要早醒 是啊 我還沒收拾行李 是嗎 快點收拾 我怕收拾會吵著你 OK 那你現在收拾 聽到這裡 聽到這裡 我們聽一會兒歌 好嗎 我們今晚的節目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 看看下個星期或者遲下 那位甩底的 說想call-in的聽眾 會不會補回 那下次再見